而现在,这是现在的时刻 UFC总裁Denna White稍早宣布了今年剩下的Pay Per View冠军战阵容 在UFC 295的Coleman Event将由黑龙杀手Alex Berreira 跟灌鸟Gilep Lasca来争夺空缺的轻重量级腰带 贵鸟在对战消息发布后第一时间发文 表示很开心能再次在冠军战面对巴西选手 并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Alex Berreira则说他在打赢波兰大学后 团队本来申请在10月UFC 294跟怪鸟进行比赛 这也让怪鸟一方措手不及 在与John比赛之后 我的经纪人和公司在后台进行了谈话 说我们想在10月UFC 294对战区 这让G有点措手不及 我不是在贬提打 我们讨论的是一位认真对待比赛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你不能吵衰行事 我当时有动力,做好了准备 感觉很好,我想要那场比赛 我认为G被吓到了 所以他一开始拒绝了10月份的比赛 但现在重要时刻来了 比赛将于11月11日举行 因商放弃腰带的原冠军Jamal Hill 也发文要两人好好保管腰带等他回来 UFC 295当晚处赛是骨头John Jones 跟地保最强消防员Steve B.Milk 取得重量级冠军战 在日前公布票价时 许多全民都被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票价 吓到闪尿 场边座位价格达到6位数美金 最低的门票起价是720美 比今年其他Pay-Per-View战贵了很多 但这场比赛有可能是MMA Gold 骨头的退休战 现在又加上这场令人期待的轻重量级冠军赛 UFC两个最高量级的顶尖队决斗在这个晚上了 难怪UFC敢开出这种价格 对那外还宣布今年最后一场大赛 UFC 296也将有两场冠军赛 主赛将由Kobe Calmington 挑战Leon Edwards的次重量级腰带 Alexander Pindogia对上Brandon Roybo的 赢量级冠军赛则是当晚的副主赛 跟Kamaru Uzman合成黑白肌王的Cobe Calmington 上次出赛已经是去年3月的事 已经打赢过两次UFC的Leon Edwards 对上风格类似的Cobe应该蛮有心得的 要注意的是可能即将到来的嘴盾攻击 Cobe Calmington 首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宣传短片 誓言将冠军带回美国 -那我们把这个键带回美国到美国 -美国的赛是回来的 -在最新的赛访中 Cobe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宣传模式 -It's a great matchup I love fighting southpaws So,you know,there's a reason he's delaying this matchup He knows it's the hardest stylistic fight for him And for me,you know,it's just another fight You know,another big pay-per-view main event That,you know,I think it's a great stylistic fight Southpaw to southpaw And,you know,I just don't think he can keep up with my well-roundedness He's going to be guessing the whole time Am I taking him down?Am I striking?Am I taking him down?Am I striking? Now I'm a black belt under Sensei Valverde So,you know,dude,my submission skills,my finishing skills I'm coming to put this dude's lights out He ain't making it 25 minutes Come December 16th in T-Mobile Arena Las Vegas,Nevada 冠军令人的Edwards 则发文表示 要在Cobe的观察上 盯上最后一根钉子 那么你各位认为 白气王能给Edwards 带来不同的威胁吗? Vaila跟怪鸟的 轻重篮级冠冠冠战 你要看好谁呢? UFC 295主战 不止有可能是骨头的对修战 他的对手前重量级冠军 Steven Milchich 也极有可能在战场比赛后退役 对手几乎是有史以来 最强的MMA选手 已经41岁的效放员 毫无意外成为赌盘下狗 昨天Steven Milchich 在接受BetOnline采访时 对那些把钱压在骨头身上的人 说他们可能要输钱了 它担了我几个招待 但后一段时间 我会停止 在意义什么我认为 我完全不在意义 你觉得我会赢得很好 我会浪费很多钱 你会赌对我 你会浪费很多钱 所以 对不起 但继续 速度 我的角度 我认为 有很多力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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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会赢得 我认为 我认为 很棒的IQ 我常常改变 如果有什么事 我认为 我认为 前几期提到过 上个月退休的传奇名将 韩国僵尸 郑战成 在离场时 其中一只手套 被粉丝给抢走了 他就索性 将另一只手套 也丢给观众 韩国僵尸在他最新的YouTube影片中说到 他认给观众的手套 幸运地被一名韩博粉丝剪得起来 这位住在海外的韩博粉丝联系了他 并承诺当他回国时 会去僵尸的拳馆 归换手套 接着 韩博僵尸的好运还不止这样 韩国僵尸的 跟Max Holloway的对决发生在 夏威夷毛衣岛被大火重创后不久 韩国僵尸在赛前就说 他想要帮助毛衣岛重建 在收到Max Holloway的礼物后 僵尸立马捐了2万美元给毛衣岛食物银行 并希望有朝一日跟天佑在韩国见面 这两位选手的运动家精神 真的是所有武术家的榜样 这个人物不是GTA里面的角色 而是Max Holloway 这张图片前几天 开始在网上流传 据说是UFC5游戏里面 Max Holloway的模组 这个人物体型虽然和天佑相似 但是刺青跟长相却很不到位 随着图片病毒式传播 Max Holloway本人赶紧站出来澄清 这是假的 请玩家们不要被唬烂了 UFC5将离10月27日发售 据说将使用沉浸式全新游戏引擎 让玩家拥有最好的战斗体验 你各位有人准备要冲了吗? Alex Ferreira 差点就上社会新闻了 本周早些时间 Planar的儿子在他爸回家时 扮成外星人想吓一下他 这个鱼片告诉我们 要去下游练过的人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遇到Peleta这种高手们的反射动作 可能会快到你无法反应哦 上周末Alexa Grasso跟Belettina Shevchenko的迎来级冠军战 已平局收场 冠军仍然保留要带 很多全民都在猜测 接下来会是两人的重战 或是在子弹简直骨折的情况下 让新的挑战者来挑战Grasso 而昨天UFC总裁Dana White在采访时告诉媒体 他认为两人接下来应该进行三番战决出胜负 即使要等一阵子到子弹伤好之后 Belettina Shevchenko 预计本周接受手术治疗拇指双事 你各位支持老闆重赛的决定吗? 另外,上周这场精彩的主赛还有一个被全迷讨论的点 就是在第四回合,Guerasso对子弹姐的连续西集是否合法 子弹姐一方觉得三点着地就不能攻击 也有全民认为需双手着地,对方才需停止进攻动作 针对这个争议,资深MMM媒体人Ariel Hawane 请教了内华大洲体育委员会的官员后得到答案 她说确实是一只手着地就可以 但是手掌必须平贴于地面 或者必须承受重量对方才不能进行攻击 当时的情况是子弹姐想用规则阻止吸送 但只有指尖触地,而且重心没有压在手掌上 因此Guerasso的C级都属于合法攻击 在比赛当下,RBD也认定这是个合法攻击而让比赛继续 最终在该回合三位裁判中有一位Buggen的Alexa Guerasso 这一分现在看起来也对比赛结果产生了影响